不仅严把血液安全观还15年如一日的宣传和参与无常献血 献血总量35000多毫升相当于他全身血量的6倍 献血屋的检验台是曹建日常的工作岗位 参加无常献血的人都要在这里经过初检才能进入献血环节 每天一大早曹建就来到这里清洁工作区给器具做消毒工作 不过很少有献血者知道他们面前的这位检验员也是位热心的献血者 曹建说自己不光平时会定期献血 遇到紧急时刻更会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 前段时间有个病人急需A型血小板 曹建知道情况后不顾自身疲劳立即赶去献出了血小板 这个病人后来就得到了及时的救助 他的这一个急动感动了病人的家属 也感动了我们周围的很多人 15年来曹建无常献血50次 总量达到35000多毫升 相当于他全身血量的近6倍 在自己主动献血的同时 曹建还利用各种渠道向市民普及无常献血的有关知识 呼吁更多人加入到无常献血的队伍中来 多年来曹建先后被授予全国无常献血奉献金奖 全国无常献血特别促进奖等容易称号 今年1月张家岗市在全国率先推出网格化公共文化服务 推行半年来张家岗已经组织各类群众